根据我们国安局掌握从2012年到现在 明明确确有名有姓担任什么职务 总共有19位担任中共的官职军职跟党职 又根据中共的公务员法 这些人一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 而他在台湾必须被处分 必须被处籍 所以国安局掌握这个东西之后 会转给陆委会跟内政部 我必须很遗憾的说 从2012到现在 这19个里面被处理 被依法处理的只有两位 那大家最近在讲的卢立安不在里面 因为卢立安已经自动放弃台湾的 他是纯粹中华人民共和国籍 对台湾来讲 你主动告知我已经放弃台湾籍了 我就是中国国籍的 那个我们不会列在处罚的条例里面 我们现在讲的是 在台湾保有国籍 保有户籍 享受我们的权力义务的 是有19位 卢立安不在里面 在2012年 2012年 当时也是这个议题 当时在内政 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 国安局的局长 公开回答 公开回答立法院的委员会的寻导 说那个时候政府掌握的是169个 担任公职 在中国担任公职 那150个的资料一定要挖出来 那是谁 里面有谁 为什么不让人家知道 当年 应该是在蔡德胜局长的任内 在内政委员会回答的时候 名字不给人家看 说有169个 而且讲的精精准准 不是说100多个 169是从国安局讲出来的 我这边拿到19 也是国安局回复的公文 所以中间的这个差额 它的黑箱 它的秘密到底是什么